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刚刚学完多态 对吧 写了一个USB的例子 咱们那个是双双错的一些多态 咱们现在面相对象的思想和面相的语法 已经学了很多了 基本上接近本身了 对不对 大家对一些语法在实际里应用 还有一些迷茫 那这几个开始呢 咱们就做一个例子 将前面咱学的尽量能窜一下来的常用的 咱们窜一下 好吧 大家通过这例子呢 再回顾一下前面咱们学过的面相对象的语法 那做一个什么例子呢 大家可以参考细说PeerP看一下里边有一个图形计算器 因为这个呢是最好能结合多态啊 继承啊 风光这样特性的一个例子 当然了你可以去编写很多其他例子 包括现在你已经可以看到很多面相对象程序的对类的和对象的这样的结构了 那咱们来设计一下图形计算器 什么叫图形计算器呢 其实呢这样的程序没有实际的意义 对吧 就是图形咱们说有很多种图形 有三角形 有圆形 有矩形 有梯形 有多边形 对不对 那任何图形呢 咱们都可以通过输入它的几个主要的因素 然后咱们一点确定就可以计算出它的周长和面积 对吧 这样的话方便大家自己去量 然后用笔和纸去计算 程序能做到的 咱们就不用动脑筋去处理了 就想完成一个这样的东西 当然不一定是实际应用到例子 咱们主要是什么篡语法用 好吧 那咱先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需求 好吧 来 我们用一个话筒 首先咱们先说上圆形图上什么样的 界面什么样的 首先呢上面呢咱们会打一个什么 标题叫做图形 图形的形式类型吧 计算器 当然字体你可以大一些 对不对 然后在下边 我可以扩展很多个图形 我只给大家写两个到三个这样的一个图形 然后大家可以按照这个规范 用多态的形式 你可以扩展无数个图形图形的计算 对吧 那咱们只需要改的 比如说我只需要你的你写的那个图形的计算的功能 你只需要给我我只需要在链接上加上就行 我不改它吧 链接它不会自动加对不对 除非我做那种便利目录的形式 自动便利也是可以做到的 完全能做到 我再不改任何代码 你只要把你写的那个类往我程序里边一放 我就能用到你的程序 我是完全可以做到 程序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但是咱们重点不是在那些逻辑上 对不对 因为便利文件夹什么的 曲文件名咱们还没学呢 对吧 所以咱们我现在需要做的是手工的 你那个类拿过来 比如说你写的是三角形 我这会儿只加一图链接 就能运行你三角形的程序 是不是快展就比较好了 妹子写个梯形交给我 我只要加个梯形的链接 就能写梯形的程序 是不是就可以了 嗯 那好 这会儿有三个链接 比如我写一个 啊 解释说 矩形 一个链接 对不对 然后写个三角形 对吧 假如我这再来一个 嗯 圆形 只要加这几个链接 这会儿假如加个风线 我一点矩形 下面就有矩形的一个什么 矩形的一个图形界面 对吧 一个表单 然后我一点计算 下面就输出矩形的桌上多少 面积是多少 一点三角形 这会儿有三角形的一个输入表单 输入三角形的三条边 对吧 然后就可以一点圆形 这就有圆形的一个计算 明白了 明白了一个需求吧 比如说我现在一点矩形 这块就会输出 这块 啊 矩形的宽 举形的宽 然后这块 举形的高 然后这块有两个输入表单 看到了啊 然后这块我一点有一个计算的一个按钮 看到了吗 一点计算下面就会输出 什么 举形的周 长 是 对吧 多少多少 然后这块输入 举形的面积 是 多少多少多少 对吧 然后我还得要求什么呢 要求如果我这块输入的是复值 复值是不能成形状的对不对 或者三角形的时候 比如说三角形的三条边 怎么的 两条边必须大约第三条边 对不对 这样的东西 那还有什么 求面积什么什么 被除了不能为零 是不是还得有验算的 然后这边输入空的话 一计算告的什么 不能为空之类的 是不是还得有验证呢 嗯 那这就是咱们的需求 定下来了吧 嗯 那需求定下来了 咱们再分析一下 要求每个人写的事情 每个的形状 按照面向对象的思想 什么 矩形是一个对象 三角形是一个对象 圆形是一个对象 你写的平行四边形 有可能还是一个对象 是不是这样的 那想象一下 那对象里边该有什么东西 该有什么东西 谁来决定的 是咱们做 比如说我想写个主程序 让你来扩展 是我的心血规范的 对不对 那这个规范是我的国内来定义啊 我怎么能将你过来的话就写 比如说 我先把你界面写出来吗 我知道你写的什么形状 需要什么表单界面吗 不知道 对吧 你比如三角形需要三个框书 圆形只需要输入半径就行 矩形的需要两条表 对不对 那我知道你那个输入的具体的属性是什么 也不知道 是不是要求你自己的形状定义啊 对不对 然后矩形怎么验证 三角形怎么验证 圆形怎么验证 我知道吗 我也写不来对不对 是不是都得交给你去写啊 对吧 那计算周长的面积 那你矩形里边自己定义方法 三角形里边自己定义方法 圆形里边自己定义方法 我知道怎么调用吗 是不是也不知道 所以我需要把这些规范写好 对吧 要求你写形状的时候 必须得有什么什么功能 这不才可以啊 然后你拿到这个规范之后 把它足以实现 就能写出你那个形状 是不是写成也方便了 就不用自己想 我求面积 我该计什么方法 求周长 我该做什么方法 对吧 然后我写不写验证 是不是这些东西 但是在咱们这里边 我都规范你必须写 那你就得必须写 然后主乘以能交 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先写规范 那咱们这个 我一旦咱们用面向对象的思想 把这些成绩写完 那大家 如果你再用一些过程的思想 或者你离开他们程序 我相信大家都没有思路了 所以说 只有面向对象的程序 才最符合人类的思维逻辑 真的吗 那这些块 咱们就先定一下规范 好吧 来 那既然是形状 我们不知道什么形状 所以呢 我们就定一个什么 定一个形状的规范 那形状规范 咱们可以用接口 也可以用抽象类 都可以 听懂吗 如果你里边都是抽象的 咱们就定义成什么 接口 如果里边有非抽象的方法 咱们就定义成什么 抽象类 对不对 那比如说 我这个 咱们前面USB那个 已经用什么做了 接口 接口做了 这我用抽象类做 是比较的 那比如说 我这里边 先声明一个 形状 形状吧 AP shape.class.prp 放在这个文件里 行不行 咱说用抽象类来做 对不对 那 先定义一个 class 抽象类必须是 ABSTRACT 是不是这个 这号写上注释 每个类 都写着注释 这是一个形状的抽象类 对不对 定义 子类必须实现的一些方法 对吧 那比如抽象类里边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 让用户实现什么呢 比如说 你必须得给形状一个名字 我怎么知道 你这是平行四边形状 对不对 所以这里边 Public 声明一个name 对吧 然后呢 形状的名字 由用户自己 在构造方法里边 去决定 对吧 他自己那里边 比如说创立立项的时候 子类或什么 护质的时候去用的 然后这里边 因为抽象类里边 可以放长量吧 对不对 然后 必须有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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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样我主持人才能丢用 必须得有 周长的 周长英文 知道了 周 这也就代表周长的方法 但是我定义的是抽象方法 我这个形状 不知道什么形状的时候 我知道怎么实现 这个面积 什么周长吗 不知道 比如说抽象 对不对 但是形状必须得有 计算面积和计算周长的 对吧 然后我这里边 还必须得有什么 每一个形状 是不是得有表单的 那个表单的 对吧 所以这里边都有一个 每个形状的 风表单 对不对 界面 咱们就是 V-I-E-W 界面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 对 抽象的 前面 没得提示我 A B S T R A C D 我得加上这个词 是不是这样 A B S T R A C D 这话 来一个 A B S T R A C D 是不是 加上这个词 然后 我对各个形状 我是得验证 对不对 不然的话输入错了 用户输入各种数据值 他都支持的话 不是一个好多软件 所以验证 验证 咱们也要注意 每个形状是不是有自己验证的规则 原只验证半径 什么举行只验证两个边 三角形得验证三个边 对不对 所以这一验证的 是不是也得要求用户自己去写 你要不规范 用户有可能就不写验证 如果他来的东西就会出问题 对不对 所以这话 验证 咱们用英文的话 就是 好 就这个吧 但是大家 我随意定的发明 大家英文好的话 最好奇有异的 那我随意定的发明 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意义 所以呢 我这话程序就得加上诸试 这叫什么 形状的 名称 对吧 然后这块是什么 形状的 形状的计算面积方法 然后这块来一个 形状的计算周长的方法 这块咱们再来一个 形状的 形状的 是图形 对吧 表单 界面 对吧 然后 形状的验证 验证方法 看 我这么一加 是不是规范就写好了 那你要想把你那个形状 放到我系统里边 那个文件往这一放 就可以运行 那你必须把这些方法实现 对吧 那我写主程序里边 主程序的规范 这规范是不做好了 那主程序 就直到将来你写的那个形状里边 该有什么方法了 我主程序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对吧 也按照规范写 然后你那个也按照规范写 那我主程序就可以直接 用到这些东西 这就是咱们多态用到的一些东西 当然这块只复习惯 咱们一个抽象 这一个写法 那赛这个 咱们继续完善这个程序 好吧 那这些课咱们就这样到这里 好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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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